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运会的羽毛球比赛 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 这场比赛是在辽宁省的锦州市 滨海体育中心进行的比赛 经过了五天激战之后 进入女子团体冠军争夺战的是两支强队 一个是传统强队江苏女队 另外他们的对手是近几年崛起非常迅速的解放军队 在这两支队里面有多名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出战 尤其是解放军队 他们在奥运冠军李雪瑞的率领之下 这一次是一路过关斩将 杀进了冠军争夺战 这也是解放军女队 在舰队大概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 最好的一次冲击全运会冠军的机会 今天的第一场球是双方的单打 第一场单打是江苏队的河冰交 对阵解放军队的 在场上穿着黄色衣衣的是江苏队 穿着红色衣衣的是解放军队 今天比赛的裁判员是国际级裁判 来自河北 比赛开始 雙方的第一场比赛已经开始了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 一共是打五场三胜 三场单打 两场双打 在今天的转播里 为了使大家更好的欣赏到 运动员的技战术发挥 我们特别请到了 国家队的南单前主力队员 胡伟杰和大家一起来欣赏 双方的比赛 这两支球队呢 其实在小组赛的时候 曾经相遇了一次 当时是江苏取胜了 但是小组赛 他们两个队相遇的时候 应该和今天的决赛 就非常不一样 对 昨天我通过江苏队了解到 其实江苏队在决赛中 能碰到八一队 他们还是更愿意碰到八一队的 因为他们八一队在半决赛中 取胜于广东队 因为在整场的旅团里面呢 江苏害怕的是打广东队 可是呢 最后今天能碰到八一队 他们整个心理上 还是更占据一些优势 这两枚选手呢 江苏的和平交是一个年轻队员 解放军的刘欣 其实已经进了国家队 比较长的时间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双方的这个排阵 第一场比赛是双方的第一单打 因为这个全运会的团体比赛 跟大家熟悉的汤油杯不一样 他不是按照选手的排名 而是按照 就是咱们中国讲的这种田击赛码 主教练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 去抓对方的 自己比较能够得分的选手 第一场是和平交队刘欣 第二场比赛是双打 江苏的成叔和汤丁华 对阵解放军的冯臣和汪欣 第三场是单打比赛 这是今天的重头戏 江苏的王世贤 将对阵解放军的李雪瑞 这两位都是现在中国女单 也是世界女单的一流选手 然后第四场是双打 江苏的孙晓离和熊梦静 对阵解放军的熊瑞和肖佳 最后一场是江苏的世界冠军卢兰 对阵解放军的蒋燕角 在这五场球当中 哪一方胜到三场 就将夺得本届全运会的 女子团体羽毛球的冠军 从第一场的从这五场的牌表来看呢 其实在第一场女子单打 和冰交队流星的这一场是很关键的 这场比赛呢 一个就是它作为第一场 很影响整个全队的士气 另外你觉得很关键 还有什么原因 其实可以说今天 就是整个八一队的单打的牌阵 已经算是把江苏队全部抓到了 在八一队的双打上面 相对比江苏劣势一点点 所以他们要想取胜 整场比赛的话 在于第一分的女单很重要 今天大家还可以注意到一点 就是解放军队的女子单打选手 汪鑫今天是出场打双打 没有去打单打 他和冯晨 冯晨也是以前在国家队的一个主力双打球员 配队来打成叔和汤金华 这个解放军队主教练陈内华 他这样来安排是怎么来考虑的 我觉得也是通过因为 汪鑫在奥运会的时候 受了中山之后 现在在全力地准备这个全运会 然后为了更好的来就取胜吧 所以说没有让他去打单打这个线 因为打女单 女单比较优秀的运动员